《無線劇集白色強人2》 昨晚播出的一集 講述Soye與唐明當年相遇 在卡拉OK房而結束的往事 劇中已經懷有唐明的BB 4個月的Soye 在這集再次往安排出勤 處理大型事故意外的傷者 期間被一名傷者踢開 Soye頓時失去平衡 被鐵枝插穿背部 大量出血需要即時做手術 由唐明親自為她操刀 並且順利完成手術 但Soye腹中的BB就保不住了 不少網民看完這集 都罵爆Soye這個角色 說劇情安排不合理 網民對於她一直隱瞞懷孕這個消息 大感不解 甚至罵爆編劇亂寫一通 只是純粹為了善情而做